4月高位又见过286元 其实上落也差不多82元 你如何预视京东的业势呢? 其实京东之前的股价表现波动 一方面是大市的气氛相对上比较弱 但是同时间之前深圳那边也有消费券 所以对股价曾经有一个一度刺激的状况 当时市场就是冲劲 到底这个消费券会不会由深圳扩展到广东省 以至到全国的状况 暂时来说这个冲劲未实现 所以随之而来的时候 大家都会留意京东的股价近期走势 都是跟着大市的表现 都是有一个疲弱状况 再加上刚才市场的预测的时候 都应该给大家一些心理准备 第一季的业绩表现都是差的了 事实上我们刚才也说过 4月份的内地经济数据都不太行 所以市场会想的时候 可能不单是第一季的经济数据差 有机会对于上半年的业绩表现 也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我想暂时去看的时候 就看看公布完业绩之后 那个股价可不可以守得住200元这个位置 现在就稍为高一点 如果你说守不住200元 可能就徘徊在190元附近的位置 影响就不太大 但是你说连180元都穿了 就下跌前3月的比较低的水平的时候 可能投资者有个心理准备 沽额会比较大一些 到时可能要去回160元附近 才会有一个存定的迹象 即是Thomas都建议大家 都是看了数据才会再做 投资部署就会好一些 其实最主要来说就是 现在的数据大家都预期是差的 到底市场的反应是怎样 这个就是未能够评估得到的 所以变成你公布完业绩之后 你看到市场反映在股价表现 才再考虑入市会比较上适合 我们跟进下刚才谈过京东 今天会公布业绩 这个观众是KL 他很厉害 他194元买了 恭喜你 他说上望阻力位在哪里 止蚀位又应该看多少呢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 都留意到京东现在是200元 比较松一点的位置 所以190多元的确是一个 挺有防守性的价格 但是暂时去看的时候 就不是很多提震的消息 可以帮股价有一个显着上扬的动力 暂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大概就预算是225-230元之间 已经是一个初步的目标状况 如果你说靠近230元的时间的时候 恒指又再有力 可能已经是20500点 甚至是更高的水平的时候 我们再稍微上调目标价 就是看245-250元这些位置 下词 下词 下词